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麦子学院的德德CMS反弹教程 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上一次讲的课程 我们这一节课讲的话是我们一个课程是后台的一个实现 后台的一个实现 好就是我们一个后台编辑数据新增数据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不要漏了啊 ok 新增数据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其实编辑数据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要能新增编辑的话其实就已经实现了 好我们找到localhost麦子德德 这边是RITA 好那么我们上一节课的话是讲到模块这边啊 然后麦子文达让它跳过去 好 然后是编辑数据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点一下编辑 编辑的时候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后台界面然后会有一些七七八八错误的信息好 好那么我们在新窗口打开比较好看啊 那第一个是后台界面是一个这种在这边可以添加的一个界面好 然后现在我们点击一下编辑好点击一下编辑好 好那么我们到admin下面编辑然后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页面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修改这一个错误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找到这一个 plus对不对然后mise下面mise FAQ对不对 然后action是我们的admin好 我们找到我们的admin好 它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修改我们的一个问答 那这边的话是include我们的一个 include的一个我们这种东西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辑的这一个是 一个配置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打开这个然后打开我们 ok它这边是edit啊应该是打开这一个才对 好打开这一个之后的话 它进来之后就会做一些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需要把这个放大一下然后呢 把这一个给删掉啊什么高图什么东西的 我们删掉不需要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是删除啊 这是成功的审核一个那审核我们不需要的啊 我们没有审核这个概念 然后这边是编辑成功啊成功更改 会回复一条 我们就成功更改一个问答就好了啊 那如果说是我们后台管理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麦子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啊 否则的话是找到我们的麦子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界面哈 我们没有用户界面哈 我们不需要用户界面 我们只有在后台管理的时候才能编辑哈 好我们现在刷新 没有问题哈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Templates的PLUS 然后找到麦子 adme 好走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是 还是我们那个列表哈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个 我们让他加载我们这个编辑 好让他加载我们的麦子 编辑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看一下刷新 OK 那么我们现在编辑的时候 就跑到这一个页面来了哈 那我们留言者跟QQ主页 都是没有的哈 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那回复我们也不需要哈 回复我们也不需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操作啊 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这边留言板我们改成问答啊 回复留言 我们直接给他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返回首页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留着 那回复留言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回复留言哈 我们叫做编辑问答 对吧 然后这个不需要留言者没有吧 我们现在有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看一下 有的话就是一个标题电子邮箱问答内容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是这么来操作 那么我们也是这么来操作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看一下 见面就这样子留言者 好我们直接这样子 这个叫做标题 好标题的话我们把另外一个给拿过来 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个麦字 FAQ的这一个拿过来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好我们这个标题 好我们直接复制这个过来好了啊 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验证码啊 我们直接复制这一些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这一边来啊 编辑问答 然后放到这一边 然后我们下面这一些先不要了啊 然后我们背景给他也一样 背景我们也加到这边来啊 ok有了 然后这边有个编辑问答 发布问答 我们就把发布问答给去掉 好标题 看到我们这边是用我们的php 来做的哈 我们这个value的话就是phplogan 这个东西对不对 然后内容的话就是我们的content 对不对 cntnt 然后还有一个 邮箱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的音量 ok 现在刷新看一下 好标题电子邮箱问答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编辑的地方 好一个编辑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itle给去掉 然后他编辑的话是我们的 像这个是放麦子faqsave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是到我们的adme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adme 好 这边adme的话就是调用我们的这一个编辑 调用我们的这个编辑 那我们编辑的话 他就是到哪里来呢 这边有一个job 好 我们看一下job是什么 edok 对不对 然后他执行的就是这一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直接print 到了post 我们先输出一下看我们提交的是什么 ok 然后其他我们看一下没有什么要编辑的吧 把这些我们可以去掉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编辑这个页面 ok 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编辑222点击保存 成功更改或回复一条留言 好错了 我们应该这个地方叫做麦子faq 对吧 我们返回上一页 好 这个才是 然后标题222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获取到了这么一些东西 好 获取到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一个麦子的这个save这个地方来 好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复制起来 复制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这边 油箱什么东西都已经ok了 然后这一边的话我们是需要让它是编辑 编辑的话应该是执行这一条一句对不对 好 执行这一条一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边的话就变成我们的up update update对不对 update这一些东西 然后把这一个给删掉 我们叫做save 肯定的d name 姓名称呢会等于我们的这一个名称 好 我们用这种d name 呢 好,set我们的contents也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字符创,对不对,content 对吧,然后邮箱等于我们的到了email 好,这个add time我就不用改了,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well id,对吧 等于什么呢,到了id,ok,那我们执行的credit就是这样一条 然后让它执行我们的一个操作,执行完之后的话 这边执行一个输出一个问答,好,然后我们直接上到这边 成功更改一条问答,对不对,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返回 返回的一个目录,那这一个地方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ok 刷新确定成功的更改一个问答,对不对 然后它是返回我们这个地方,对不对 应该对才对啊,然后我们再点击 刚才我们标题22已经改了,现在我们不改一下我们标题3 改成标题333,确定成功更改一条,对不对 ok,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加上我们的这个地址 加上我们地址,地址的话我们就改成plus 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再来更改一下看一下 333变成3456吧,点击保存成功更改一个问答,对不对 好,我们把这个44也给改一下44,对不对,保存 更改完整了吧,这边变成44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再改一下所有东西标题 这个内容,我们邮箱没有体现出来 等会我们把邮箱也调用出来啊 email4,好,我们email这边加一个4 好,然后再把问答的内容呢,多加一些啊,确定 好,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更改是成功的啊 更改是成功的,那么我们这边没有体现邮箱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邮箱给体现一下 它是放到我们这个页面,对不对 这个页面的话,执行到时间 然后是我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叫做我们的 嗯 问 提问者 好 提问者啊 其实我们这个邮箱可以不用啊 邮箱可不用啊 反正有的话就随便啊 多一个功能,然后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增商改查是怎么办的 我们来调用的啊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 提问者怎么没出现呢 OK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吧 我们把后台给改一下啊 后台界面应该是在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改才对 对吧 找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问题给我们空腾 这边加一条 我们把刚才删掉的那一条给加回来 放到这才对啊 刷新 好 这时候的话就多了一个我们的提问者啊 多了一个我们的提问者 那么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书记编辑啊 我们现在编辑回复 我们把回复这个字也给改一下 我们没有回复的概念啊 就是编辑跟删除 好,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我们的删除操作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内容档子给删掉 好,点击一下成功删除问答 对不对 但是我们已经删错 所以说我们必须 再改一下我们的代码 它也是在我们 ADIT里面INCE 这边有个delay 对不对 成功删除一条问答 然后把这一个返回地址 应该返回这边才对 好,返回我们这边才对 OK,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刷新 刚才我们已经删除成功 现在我们把标题222也就删掉 删掉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把后台的一个界面也做完了 我们来看 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麦子问答 好,这是我们的后台界面 对不对 后台才看得到 如果说前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前台的话我们必须退出 才能看到效果 才能看到效果 前台我们来看一下 PLUS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问答 前台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前台的人可不可以提交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让前台的人不能提交 好,不能提交 好,不能提交 那前台的人不能提交 怎么来做呢 我们返回到这一边 好,然后他一开始的话 是调用我们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调用的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前台的这个提交的东西给删掉 这个表格给删掉 我们不用不用不用用户发表 因为是我们自己来发表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我们像这种情况 这种提问也不需要了 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退出 因为我们已经改了这一个模板控制 改了模板控制 好,现在我们就算是登录 然后找到模块 找到麦子问答 那么我们后台是这样子 刷新前台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因为我们有登录 所以说前台也变成后台 前台也变成后台 那就没关系 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的这个前后台分离 还有我们的这个编辑 删除 好,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改的一个地方 也没有吧 当然界面上的话是比较丑 不过大家没关系 不用太在意界面上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学功能 到时候界面的话 你们公司如果说有美工的话 会变一个漂亮的界面给你 但是功能几乎就是这样子 相当于我们这一个FAQ系统也是一套在线留言系统 但是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麦子学院如何来自己开发一些功能模块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边 比较轻松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样子 下一节课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列表分页 那列表分页其实我们已经有实现了 那么我看一下 接着讲一些其他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讲